欢迎观众朋友介绍在关心水星新闻 该关环博招电专临地势王 定向外亚挑战选华东 这次透过不一样的华东设计 将这个关环博的概念 团队到未来主人王的策定 近日来专举弁临气候变成第二软化 以及主观地图的健康 台湾亚周周的极端气候的影响 该计官也没来完 除了有反应完预期之外 在科医间的未来里面用电与亚中持续的责案 为了营养气候变成的冲击 只有丁销主观 地立于采出制度领完出息 即使建立这段的生活习惯 这才能够过领完得快的危机 那目的是为了应用2050年 一些近年坦白的议题 那我们找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 来参加一些有关节能的观念的宣导 那我们希望说以后在今天的这一块 我们从根打起 让小朋友就有节能的概念 那让他们了解 为什么是2050年 开始要做 要达到静零这个目标 那当然就是 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纪 在温度能保持在升温1.5度C 那我们就必须在2050年 达到静零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办的这个活动 希望寓教育乐 而且可以让小朋友可以针对 也太有方向感 也太有节能 还有知识 等等的一些串联在一起 除了达到我们 我们一些观念的宣导之外 也可以加速 我们推广静零探牌 这个观念的杂根 让所有的小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用这种 比较活动式的方式 来做宣导 以前如果有摆摊的方式 就是在参加的人 也对知识的获得会比较薄弱 那如果针对用一些活动的方式 大家吸收会比较快 我们希望说用这种方式 来达到我们宣导 还有知识学习的 再达到我们知识学习的目的 该官员玄補教掌理져方冲达 维着苏学习民众了解气候变成 正能截电的相关地 MJ 以应做这点的分位 玄卜教基盘 model 专临 地势王 定向外亚挑战权活动 将接电环保的地设问答 结合定向外亚挑战活动 综合地设体力 处味方向感 空感感丁丁丸所 在经济游戏当中 尽近参与者的接电地设 声音新闻将来信 嘉宜官 彩虹报答 我们会把厨鱼 倒到那个厨鱼虫里面 然后呢那边的黑水膜 就是一种昆虫 它会食用这种厨鱼 然后它死掉之后 它就会来到这个鱼池这边 然后里面的鱼就会把它吃掉 鱼的粪便 它就可以让这个菜有营养 它就菜就可以长起来了 嘉宜县的食农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中央厨房 由营养师设计菜单 为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 做最好的把关 圣食教育 黑水蒙把厨鱼变黄金 食欲教室 教孩子怎么吃才健康 全民懂吃 从小做起 家义 我的家 食农教育 全面家 优优独发行 优独发行